這台車非常的緊湊 非常的帥 我覺得外觀的線條很俐落 它完全是在道路上面 公路上面一個為所欲為 想做什麼就做什麼的彎道抱負 嘿 究竟怎麼這樣子這台車 它能夠在路上為所欲為 想怎麼騎就怎麼騎 完全不用花腦筋 對小柔我來說 它完全是一個彎道暴徒 超級暴力 嘿 大家好 我是肉咖小柔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在我身旁的Ducati的 Heppermotor 950 帥的 外觀性能聲浪價位 11 730 感受以及缺點一共6點 來跟大家分享 Ducati這台 Heppermotor 950 外觀的部分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它鳥嘴越來越尖 比沈哥那一台還要再更尖 尖銳的 看起來就殺氣十足 還有它的排氣管 是從 沈哥的原本是從下面這樣繞過來 在側邊對不對 對 它是直接中出啊 你從後面看 它好像戰鬥機的那個 我也是喜歡排氣管 對 所以是兩根這樣 這樣繞上來對不對 超級無敵帥 而且它繞法蠻特別的 就是從側邊來看 整個台車是這樣平的 對 很像滑胎車那樣整個平的 然後一個尖的鳥嘴 而且它的鋼骨很爽 它是完全是 主車台是鋼管結構 左邊的這個副車台 也是鋼管結構 對稱的感覺 這個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它更強壯 而且更輕 帥的部分 有一點一定是Robert最喜歡的 就是單搖兵 以外觀來說 它有三個版本 第一個是標準版 第二個就是RVE的版本 就是我們騎的這個 有彩貼RVE的版本 再來就是SP的版本 SP SP就是白紅色加金色的 更兇喔 OLINS 那RVE就是有彩貼 然後標準版就是全部都是紅黑色這樣子 我個人覺得RVE的版本 單搖座配上它的那個 三爪式的那個輪框 一半紅一半黑 對 很帥耶 帥到會這樣 而且你轉起來它是紅的 我有特別看到 轉的時候嗎 因為單搖幣很明顯 就可以看到那個輪框 可是我這樣刷過去的時候 對啊 而且我們的這個車主呢 它有改碳纖維的小風鏡 那個是改的 對那個是改的 碳纖維的小風鏡 好帥喔 杜卡迪的 HAPPER MOTOR 950 帥哥啊 這台車呢 非常的緊湊 非常的帥 我覺得外觀的線條啊 很俐落 騎的時候呢 或者是站在車子旁邊看 這台車都有十足的帥氣感 它就是有一點點 滑胎車的這種感覺 最喜歡的版本 是現在騎的這個版本 因為 以新手的角度來看的話 它是最酷最炫 裁貼 貼起來最漂亮 最搶眼 騎在路上的話 我覺得 最多人看 然後就是一個 紅黑配色 紅黑配色配起來就很殺手 整個搭配的所有的東西 算是藝術品 唯一我覺得 稍稍稍稍稍 外觀上我覺得 可以再更帥氣一點的 就是在 它的照後鏡 我覺得照後鏡可以是 在旁邊這一種 更俐落的版本 這台 Heaven Motor 950 RV1 搭載的是一個 937cc 排量的水冷L型 雙鋼引擎 在9000轉的時候可以給你 114匹的最大馬力 在7250轉的時候可以給你 96牛頓 也就是9.8公斤的扭力啊各位 並不是最瘋狂的 不過我必須要跟你講 因為它的車重只有178公斤 整備重量超級無敵爆炸輕啊 你看它的這個扭力 再搭配上它這樣子的車重 我的媽呀 你一吹就是直接出去 它所有的前後避震 煞車我們把它品牌 把它放在下面 總而言之你看的就是賞心悅目 身心非常得到一個 位界的舒適感 有素能六外觀 不過它的油箱只有14.5公升 我個人覺得稍微有一點點偏小 但是也有可能是為了它的造型的關係 只有14.5公升 14.5公升也很夠齊啊 其實 其實比一般的美式機車 可能還要再大了一些 重點是電控的部分 電控有什麼有什麼 你去看它的官網 它有寫轉向ABS DCT高階循跡法 來 Robin 你來說一下看 DWC高階仿佛局控制系統 然後進退快排 進退快排 這是一個重點啊 各位 怎麼辦 我在想應該是因為電控的關係 讓它呢 不會獨輪 目前啦 目前 如果你把電控關掉 我在想這台車因為這麼輕 然後扭力又這麼大 應該非常非常容易 就直接獨輪出去了 尤其是 大家應該在網路上都不難找到 這台HEPOMOTA 950獨輪的影片 這個最重要的是它有騎乘模式可以調整 像現在我用的是SPORT模式 那麼如果你想要騎起來 你還不要這麼HARD CODE 你想要比較長距離的去旅行 你也可以選擇 不是SPORT模式 比較標準的模式 旅天模式都可以 最討厭 最麻煩的這個下坡彎 它表現的怎麼樣 這個右下的彎 基本上你還可以再多一點油門 都沒有問題 通常這個彎呢 你可能都需要含一點煞車 才會比較安全 但是 HEPOMOTA 950 你反而好像還可以加一點油門 讓它在彎道中更貼地飛行 像現在我都有塗油門 所以我覺得 蠻讚的 人家都是 在想說 這個彎 如果要激進一點的話 要怎麼側掛 或者是我要怎麼選路 我覺得這個應該可以直接磨腳踏了 對我來說 它就是直接 你就是直接給它彎下去 它應該都完全可以應付得了 這台車子 車主有改管 所以呢 它的聲浪 並不是原廠配給你的聲音 調教出來的聲音 你只要二檔或一檔 這種比較低速的檔回油 它就 我覺得這個聽得很有質感 我覺得 因為它的排氣管 在比較上面 所以當你回油 它那個棒棒棒棒棒棒棒 就在你的耳朵的後面 你騎的時候它也有一點那個 對 它就 它有一個卡拉卡拉卡拉的聲音 但是不是 覺得它這個車子 在大加速 那個聲音很酷 那個聲音 這是牛嗎 我不會輸欸 你覺得很像 因為你今天要穿弩牛裝 搞不好是神哥打霧的聲音 那應該是 對 該說話 聲浪的部分呢 我覺得如果以神哥的那支管 跟現在車主的這支管呢 我覺得神哥的那一台 又再更壞 更暴力一些 車主的這支管 稍微偏斯文一點點 雖然都是非常好聽的管 不過呢 就是 大家知道 管嘛 有時候就是這樣 它這個加速的感覺 真的是來得太快 完全可以說是 出彎之後 有點 光速飛行 閃電俠那種 跑出去的那種感覺 大家有看過漫威 閃電俠的這種 超級英雄 閃電俠的這種 跑出去的感覺 也就是說 當你一出彎的時候 你一給油 它就會有一種 在原地突然 集氣 衝出去的這種感覺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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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台 我覺得很便宜 這一台我覺得如果 以它的外型 以它的性能 以它的電控 以它的所有的所有 還有實際騎乘的感受 這樣 綜合平均下來 你花這樣子的錢 95.8萬 各位 這樣子的猛度爆裂度 我覺得它在度假軍裡面 算是非常親民的價格 CP值 可以說是非常的高啊各位 非常友善的一個價位 尤其是 你用這樣子的性能 你用這樣子的價錢 買到這樣子的性能 等等之類的 我個人覺得 算是非常划算的 聲浪的部分 我們再來聽一下 好過癮喔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小彎 煞出彎 輕輕鬆鬆切豆腐 連續彎中彎 來看一下 哇 非常的簡單 反而還貼這個 右邊的草 有點太近了 為所欲為 為所欲為的一台車 真的是為所欲為 出彎的加速 真的太high了 這台車我先講結論 結論就是 你只要有吹油 你就會一直笑 不是笑說很廢喔 大家不要誤會 是一吹你就會那種 哇那種很過癮 對 直接笑出來 聽說它是行走的腎上線速 哇 如果你這樣形容的話 有一點多感覺 行走腎上線速 我覺得是蠻帥的一個形容詞 我個人覺得 它完全是在道路上面 公路上面一個 為所欲為 想做什麼就做什麼的 彎道報紙 我有問車主 問車主 所以給他一句話 說 沒有什麼不能騎的 除了高速公路 就是當彎這樣彎過去的時候 如果你遇到彎中彎 通常我們就不是 第一個反應就 啊 刷賽了 完蛋 雙腳一開 準備投胎 這種感覺 對不對 可是喔 如果你是騎HAPPERMOTA 950 你就直接再給它更壓下去 直接再給它再壓下去 那我大概懂 性能夠好才有辦法這樣 你這樣壓 或是你直接再推一把 這樣再推下去 它車子直接倒下去 我還有試到一個非常特別 我自己非常非常的驚訝 就是 當我們要出彎的時候 像我們不是都是 出彎點看到了 才給油 這台車子呢 我就是 還沒看到出彎點 我就先偷給油 哇 那你有點MOTO GP 還沒看到出彎點 我就先偷給油 然後你偷給油的時候呢 從頭到尾不會外跑 你只會怕說 你這樣傾倒下去離這邊的草太近 三臂的草 你有四快排嗎 我有四快排 很順嗎 我覺得就是 四個字 說說服過 我們來試一下 HAPPERMOTA在三道的時候 快排 WOW OMG 二檔真的是蠻暴力的耶 彈著煞車 入彎 出彎 給油 回油 煞車 主油門 哇 太讚了 這個 完全是 快小子的形象 它的快排真的好順喔 你會發現 升檔的時候完全 沒有任何的猶豫 升檔完全沒有任何的 退檔 沒有頓挫 升檔沒有猶豫 退檔沒有頓挫 直接 就幫你完成了升降檔 非常的讚 煞車 給油 太輕鬆了吧 推把 非常的輕巧 然後又 龍頭的手把 又是非常寬 非常平的 然後再加上它的車子的設定啊 基本上 你在這種山路 就算它非常的彎 非常的小 基本上你就是亂騎 基本上就是亂騎 完全就是 你亂騎它都過得去 這台車子 我是想不到 缺點 我有 我有 你有缺點 沒有一台車子 早茶的人 我這早茶的人 但是我必須要說 這台車子它的坐墊 我覺得偏硬 偏硬 帥 但是偏硬 所以說 如果你是騎一些山道啊 去這種激情的騎一下 OK 你是要長途的跟它旅行的話 我個人覺得 你的大腿內側跟屁股應該會很痛 如果你有騎這台車挑戰日環 一日環島的人 歡迎在下面留言 嘴你 嘴你 要用嘴的 因為你把它講成缺點 對 你的屁股好弱之類這樣子 都OK沒有問題 那它尾燈也是一個缺點 對 我跟你講 尾燈它新改款多了一塊在上面 對不對 對 我個人覺得神哥的那個比較帥 神哥就是很俐落這樣 然後直接整合在一起 不曉得大家覺得怎麼樣 你喜歡新版的尾燈的造型呢 還是舊版的尾燈的造型 歡迎在影片的下方 留言跟我們分享 或者是你最喜歡杜卡迪的哪一代 也都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跟我們分享 最好是用超級感謝 或是超級留言 來支持肉腳愛騎車 最後的最後 究竟什麼樣子的一台車 能夠被大家稱作是 行走腎上腺素 為所欲為的彎道暴徒 想怎麼騎就怎麼騎 根本就沒有關係 嘿 大家我是馬卡 小肉 我們還是那句老話 每個人一定都要有一台 屬於自己的重機 那就對了 這也是肉腳愛騎車 喜歡我們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掰掰 帥的 我覺得它的車把 蠻粗的 因為我那時候一握 欸這個粗度不一樣 你握的時候在我旁邊講很粗 對 我是說這個 這個粗度 我是握車吧 就跟你平常握不一樣 因為黑馬的比較細啊 黑馬的比較細 對 我就覺得很奇怪 黑馬這麼大的細細數 為什麼黑馬的 它的把手這麼細一隻呢 對啊 我問那邊講什麼啊 我問那邊講什麼啊